走進店內空無一人甚至連電燈都還沒打開 這棟精品城商場去年因為經營權益主 陸續有店家陳晴遭片面提前解約 現在卻傳出商場15號將重新整修改建為長照中心 他們從7月1號開始就把我們斷水斷電斷了一天 對 然後後續呢 他就沒有斷水斷電但是也不讓我們營業 店家去年4月投資200萬進駐 但新廠商去年7月接手後斷水電讓他們無法營業 甚至還將收銀機帶走 現在卻要求店家支付租金 但在宇宙廠商簽訂的合約上是抽成制 現在改朝換代新廠商不認 變成租金制 不給營業還要收租 讓店家相當錯愕 店家遵守規則卻無法正常營業 向市府陳情僅收到一句按照合約走 市府冷處理和廠商消極態度 議員痛批形同放任廠商恫嚇點家 市府明明知道這件事情 卻由同意業者申請變更 卻由雙手一攤不願意出面協調 議員的資訊可能在臉書上面 也不要說好像講得很武斷 說好像這都是市府同意或審核過的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一定都是依法依歸來進行 金品城即將全面閉館 業者表示目前仍有三家廠商未配合轉換合約 以撤櫃損失為由拒絕撤櫃 並向公司提出不合理賠償金 後續將交由司法判決處理 位於台鐵新竹車站前的精華地段 同時也是新竹首座BOT立體停車廠的購物廣場 但地段好沒能帶來前超 店家與廠商的合約爭議過了八個月還是無界 三地新聞 招號一區大雲 新竹採訪報導